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概念 利用短除法找出两个数的最大公因数 好 短除法第一个60跟84 要找出最大公因数 有一些同学说 这个旁边这个数一定要用直数去除 事实上没有这个规定 你也可以用不是直数的来除 比方说你可以用6来除 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遇到的数字比较大 所以有可能题目要你划成标准分解式 那这时候你还是必须要划成标准分解式 所以你这个地方要用直数来除 或是不用直数来除都可以看你 那到底有没有说一定要 直数要从小到大排呢 在这个地方也没有规定 所以呢你就直接来除就可以了 比方说我先用3来除 326 3263824 再用2来除 还可以再用2来除 10除以2等于5 14除以2等于7 好到最后呢5跟7 没有公因数可以来除了 那这个就结束了 最大公因数就是把 左边这一块 通通把它乘起来 如果呢你是要乘出数字的呢 那就直接乘起来就好了 答案就是12 那如果说你是要改成标准分解式的话 那你还必须要把它排列一下 改成2的2次方乘以3 这样也可以 这是标准分解式的做法 的表示方法 那你也可以直接把它乘出来 那因为呢有时候 我们遇到的数字比较大 乘出来比较麻烦 这时候呢用标准分解式来表示 可能会比较简单 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些 关键的地方 要跟各位同学说明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这个60呢 它等于哪些数字乘起来 它等于3乘以2乘以2 再乘以5 就会得到60 60就等于3乘以2乘以2 再乘以5 就会得到60 那84呢 84就是3乘以2乘以2 再乘上7 乘上7之后就会变成84 这里面呢 这个短除法呢 就是有这一个特性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题目 56跟98 56跟98 好 那先要用多少来除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来 这个56跟98呢 末尾都是 这个6还有8 所以它是一个偶数 偶数都有一个2的因素 先用2来除 56除以2 等于28 98除以2 等于49 那28跟49呢 它有一个7的因素 7 4 28 7 7 49 到最后4跟7呢 它是互值 所以就已经没有得除了 那所以最大供应数呢 就是左边这里 两个乘起来就是最大供应数 所以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知道 56跟98 最大供应数就是2乘以7 写成标准分解式是2乘以7 直接把它算出来就是14 那这里面呢 有一些重点 这个56你可以发现 它就是2乘以7 再乘上这个4 就变成56 那98呢 会等于2乘以7 那再乘上这个7 就会变成98 好 这个地方是利用短除法 找两个数字的最大供应数